都说抢银行来钱快 但有个人死为拟天 竟直接开了个假银行 而且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每天只需在家躺着数钱就行 不到半年时间就非法获利三百多万 就连警察都表示看起来跟真的一模一样 这可不是什么影视剧片段 而是发生在山东临沪的真实事件 2015年7月 一邻警方接到报警 说有人在他们村开了一个假的建设银行 听得警察一头雾水 这银行怎么还能有假的呢 于是就立刻派人前去查看情况 只见门口大牌子上写着 中国建设银行几个大字 外观标识非常的齐全 推门进去 发现内部陈设跟其他银行没什么两样 点钞机 存款机 叫号机也是一应俱全 只要该有的设备可以说是一样不差 甚至还有几个漂亮小姐姐在柜台坐着 身穿银行制服 微笑耐心的为大家服务 就连警察去了都恍惚 直言这假银行开的比真银行还真 通过调查得知 该男子因为去银行贷款被拒绝 于是决定自己开个银行 为了让自家银行足够逼真 他曾花了半年时间 穿梭在各大银行进行踩点 从内部装修 柜台陈设到各种基础设施 都要尽可能做到完美复刻 眼看学习的差不多了 就到了实施的时刻 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选址 银行的位置要放在哪呢 思来想去 张某决定放在自家隔壁镇的一个村子里 因为这个村子是做批发生意的 名调爱曲村 这里有很多小商户 每天都有大量的现金流动 是附近远近闻名的富人村 主要这个村子里没有银行 他打听到村民想要存钱 都需要跑去县里 来回车程都得七八个小时 非常不方便 并且村子里的人一般都只会存钱 不怎么取钱 这正合张某的心意 主要当时网络支付也不是很流行 这就让张某赚了空子 很快一家挂着中国建设银行招牌的营业网点 就出现在了村子里 村民们得知后开心坏了 这么有名的大银行 竟然开到了自己的村里 那以后办理业务岂不是很方便 主要建设银行也是四大行之一 村民都非常信赖 就这样村民们口口相传 不出几天功夫 这件事情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但是这时村民们还没意识到 这个所谓的银行之后把自己坑得有多惨 很快就迎来了银行开业这一天 霹里啪啦的放了很多鞭炮 并且还请来了妖鼓队助兴 村民们全都跑过来凑热闹 大家走进银行内部发现 陈设井井有条 跟自己平时在县里见到的银行简直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 还有四个年轻漂亮的美女 穿着统一的银行制服 在规范的办公 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正规 这时银行行长还出来进行了讲话 表示 由于村民们的支持 他们才能在这里开设银行 因此他专门针对本村人推出了优惠活动 只要本村村民过来存钱 利息都比别人要高 并且还会送一大壶油和两袋大米 村民们一听还有这种好事 大家都纷纷跑去家里拿钱 不出一会儿功夫 银行柜台就挤满了人 存完钱的村民都开开心心的 拎着大米和油回家了 就这样 有了这个银行之后 村民们的生活方便了很多 并且大家还发现 这家银行的行长张先生 平时特别喜欢找村民们聊天 这一天他跑到同村老刘家里串门 说想请老刘帮个忙 就对老刘说 上面派了个十万的存款指标 但是自己还差四万没有完成 问问老刘能不能帮个忙 普世的老刘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觉得堂堂大银行的行长 竟然跑过来求自己 那说什么也不能拒绝 就这样 毫不犹豫的跟着张某 跑去银行存了钱 但一周之后 老刘家里出了点意外 着急用钱 于是就来到银行取钱 可是工作人员却告诉他 设备在升级 改天再来吧 然而老刘一连等了好几天 还是取不出来钱 就连银行行长都消失不见了 实在没办法 老刘只好骑车去到县里取钱 令他没想到的是 工作人员却跟他说 这个存折是假的 老刘当场就吓坏了 银行怎么还能有假的呢 不甘心的老刘又跑去了 另一家银行 得到的答案还是一样的 这下老刘彻底慌了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 于是就打电话报了警 山东某男子为了赚快钱 竟然花了四千块钱 开了一个假银行 不到半年时间就非法获利三百多万 就连警察看了都说 这假银行开的比真银行还真 通过警察调查发现 这个银行行长是张某自封的 就连银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他的亲戚 张某之前是做家具生意的 但是由于这两年生意不好 赔了很多钱 于是不甘心的他 想去银行贷点款 准备东山再起 却被银行拒绝了 于是他就动起了歪脑筋 想着如果自己开一个银行 那岂不是就能有很多钱 说干就干 主要他还是个行动派 银行很快就建起来了 据他交代 银行所有的设施 像点钞机 电脑这些都是找人租的 他开这家银行 一共才花了四千块钱 但是不到半年的时间 他就非法获利了三百多万 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不可思议 但是其实这不是个例 在江苏南京 警方也查封过一个 类似这样的假银行 并且那个规模比这个更大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就有二百多人上当 涉案金额更是高达上亿元 而他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人来存钱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骗子手段高明 而另一方面 其实是利用较高的利率来吸引大家 但是这根本不受法律保护 如果资金链断裂 或者骗子跑了 那储户只能摆摆上当 经济损失也只能自己承担 因此我们千万要提高防范意识 天上没有掉线的好事 千万不要被所谓的高额利息蒙蔽双眼 同时我们也应该得到一些警示 大家千万不要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不能为了钱财而走上歪门邪道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在日常的生活和平时的工作之中 咱们一定要走正道 挣干干净净的钱 这样才能活得安心 我们下期再见